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元1118年 宋徽宗赵己 亲赐御书 将端州改名为赵庆 取吉祥赵史 喜庆连年之意 这里 人杰地灵 英才辈出 岭南第一状元 莫宣卿 中国物理学之父 吴大游 岭南画派大师 黎雄才等都是赵庆人 禅宗六祖贵能 北宋明臣包拯 意大利传教士 利马斗 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 北伐名将 叶庭等 众多英才俊杰在赵庆留下厚重的足迹 古今传奇 让这里风韵流芳 争生不息 更将赵庆雕桌为一座开放包容 独具魅力的文化之城 山水之城 让人来了不想走 走了还想来 赵庆 地处广东中西部 是珠江三角洲九个主体城市之一 土地总面积1.5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440多万 这是一座崇尚自然 生态宜居的绿色城市 青翠顶湖山 秀美绿星湖 雄伟虎宋城 必多大西江 构成了赵庆 山湖城江浑然一体的城市格局 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遗 身居闹市 而有林泉之志 抬头可以望得见瞻 低头就能看得见水 隔空还能记得起香愁的滋味 赵庆以绿水青山为基石 赴起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生态屏障 森林覆盖率高达70.56% 国家森林城市的金字招牌 产视着绿富同兴的核心要义 赵庆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与大西南地区接壤的城市 一条城轨 两条高铁 七条高速 一条黄金水道 构筑起赵庆四通八达的便捷交通网络 坐城轨 一小时可达广州 乘高铁抵达广州仅为36分钟 到山镇只需一小时时分 到南宁只需三小时 十三五十七 赵庆计划投资一千一百多亿元 推进交通基础建设 打造十横八纵的交通大动脉 重点推进珠三角新干线机场 深造高铁等交通项目建设 打造更多南下快速通道 构建于港澳地区的一小时交通圈 风起云涌 潮动西江 赵庆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创新创业的热土 产业强势 赵庆大力实施工业发展366工程 着力打造新能源汽车 先进装备制造业 节能环保三个超千亿元产业集群 力争未来五年 隐喻六家产值超百亿元企业 新增六百家超亿元工业企业 园区建设年 招商引资源活动如火如荼 成功引进中国电科赵庆产业园 京东云 华南总部 环球易购 小鹏智能新能源汽车 等一批重大项目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1133工程 在五年内 力争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达到一千家 建成十所本科高等院校 三十个新型研发机构 三十个科技企业孵化器 及重创空间 赵庆的重大产业发展平台 正在加快建设 目前拥有赵庆高新区 赵庆新区 月桂合作特别试验区 广佛照经济合作区 四个国家级 省级重大平台 三十多个专业园区 和产业集聚基地 未来五年 将新增或盘活园区土地 五十平方公里以上 两年内 再建设通用厂房三百万平方米以上 赵庆正秉承绿色发展的理念 全力推动新区崛起工程 赵庆新区 是广东九大重大发展创新平台之一 交通区瑞优势突出 自然生态环境优用 可开发建设用地达八百平方公里 是珠三角最后一派 可连片开发的土地 当前 十八平方公里起步区建设 正加快推进 未来三年 将完成投资四百亿元 环保科技 高端电子 健康医疗 电章物流 商贸会展等五大产业组团 及高端科教服务业等 将构成赵庆新区 未来的绿色产业架构 投资九十一亿元 建设四十五公里长的地下综合管囊 投资七十亿元 推进六大水系综合整治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将搭建起新区城市畅通的经脉 另一重大工程 辅城复兴项目 将按照一城环绿 两府复兴 三阶畅旺的总体规划实施 以充分展现古城特色 提升城市品味和魅力 不断发展的造情 显示着奔城的活力 与创业的激情 吸引八方斌棚 相聚兴业 这里正以最大的诚意 扶起会企 轻力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对首次年主营业务收入 实现突破一至一百亿元的企业 给予五十至两千万元的奖励 对企业首次上市挂牌融资 按募集资金规模 给予三百至七百万元的奖励 对创业团队和领军人才 给予一百至一千万元的 创业启动资金资助 三年年收租金的 一百至五百平方米的工作场所 未来三年 全市累计将投入资金 超二十亿元 扶持企业做大做强 大力推动减证放权 推进企业登记七证合一 开办企业便利度位居全省前列 唱开放大戏 新墙市大业 赵晴正乘着十九大的东风 跨进新时代 迈向新增城 以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 以真诚的友谊 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环境 延览八面来风 召唤四方冰棚 我们坚信 赵晴一定会成为 创业者事业发展的新空间 投资新业的新舞台 征允收获的新天币 赵晴 即庆 从此开始